在上一集呢是一个我下了半周回到家录制的影片啊 所以呢光线呢是属于夜晚开着室内灯的光线 那今天呢是在白天啊 我觉得我觉得光线是比上一集应该会好很多吧 同时呢睡了一个比较舒服的觉 今天呢应该是比较精神的 和各位继续分享这个 我已经重复过后的 那么呢上一集呢 有忘了跟各位大略提一下这个涂装的时候呢 这个刺青的部分是用黑色的旗翼笔呢 再给它补墙上去的 所以说呢我这个金属的金属化的这些部位来讲呢 我都是反正先直接就是金属灰的先给它刷过去再说吧 然后再用旗翼笔上头呢 这些事情再给它加以补墙啊 所以其实也并不是 不算难 但是呢如果说镜头主要看起来可能觉得还可以 但实际上如果你拿到食物拿到你手上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玩具 我只是涂得很随便很潦草的一个作品罢了 那么呢在把玩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在吊漆了 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这个红蓝的这个管线呢 因为手部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这个关系这个图形呢 会经常去刮损到这个管线 两边都一样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吊漆的现象 不过这个我个人不是很在乎吗 因为我这个图装并不是很精细的那种图装 而是有一点点战损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我不会很在意 不会很在意这一点 它呢附带了一个武器啊 这个武器呢是可以安置在它的手臂上的一门 类似于 嗯上面有六个导弹 然后呢中间呢这两个呢 是类似于刀刃的这种武器啊 所以啊我已经把副条 这个也是我已经整个已经重涂过 已经金属化涂过了 然后也非常不幸的呢 我也把它给弄坏了 呃各位呢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这个地方呢有一条裂痕啊 所以说这一块呢 就是凸起的这一块呢 其实已经整个是坏掉的了 所以呢它 我是后来再用AP胶把它给黏上去的 所以它已经不能够像平常那样的 给它这个地方给它打一个90度的转弯了 这个呢会影响到玩具的 可以会影响到它的一些收纳 那大概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个 它呢可以跟另外附带的两枚子弹呢 子弹一共两枚啊 本来呢也不是这个颜色 它本来是那个咖啡色的吧啊 那我已经把它涂装过了 这个这个飞弹呢是可以扣进去的 然后呢发射的位置就是这个图起 你再按一下就会发射出去 会弹射出来 那它呢可以安置在这个玩具的左手右手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比方说我们试一下这只手臂好了 这个手臂呢 这个中指的地方呢 有一个类似的倒钩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扣进去 然后这两根拇指跟那个小指把它收起来 这边呢就有一个洞 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 那不小心按到发射钮了 如果说你希望它的这个武器能够再加长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子弹给装上去 大概就是会形成一个 另外在外挂上一个武器的一个视觉的效果 那这个武器呢 如果你不想把它放在这呢 你可以把它背到身体的后边去 身体的后边呢 我刚刚有和各位提了一下 我这个已经不小心被我给弄坏了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 把它插在这里之后呢 再旋转个90度把它给转上去啊 而不是向后面 是朝这个角度 它可以往上面折啊 就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正常的收纳 如果你不想它拿在手上的话 那其他的这些洞呢 当然你可以把另外一枚多出来的子弹 子弹一样你可以 一样也是可以把它收纳在这个后面的 那附提的是呢 它后面这几个洞呢 就我所知道吧 它是有它的功能的 这个 这个可动针机的这个 Starscreen 它背后呢 有很明显的这两个像是 引擎喷射器的东西吧 我所知道的好像第三方有推出它的这个 就是那两个喷射器好像可以装置在装在后头吧 当然我是有知道有这个产品 但是我实际上我没有特别去搜寻过它的资料 但是我看过一个看过照片 好像是背在后头 然后呢 另外呢 它的这个 这只手臂这边这门火炮 这个更大更大型的这个火炮 好像也是那个第三方的产品里头会有啊 所以呢 这个玩具呢 基本上它还是有属于它的一个 呃 第一的非官方的配件 如果说各位你有拥有而有 呃 如果我说的介绍不对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而在介绍并行过程之前呢 作为一个也是有一点点比例控的我呢 就不禁的将第三集的这个音波呢 跟这个Leader Class的Starscreen摆在一起呢 嗯 我的认为啦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他们一个蛮正确的一个比例吧 为什么呢 在机械的形态下呢 或许大家会觉得好像音波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音波应该没个子那么小吧 但是呢 如果把它变形成呃 交通工具之后呢 或许各位会发现这个比例好像还是比较正确的哦 那现在呢 就跟各位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变形的第一个步骤 我呢 是觉得呢 把这个腰这个地方先变形起会比较好一点哦 这个腰部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是把它的 这个腰这个地方呢 利用它 我看 拆开之后再跟各位讲解会好一点 它这个地方呢 这几个这几处的关节呢 把它全部拉平 这边拉平 这边拉平 这边已经先拉平了 这个地方呢 再把它拉平 各位呢 应该如果手上有这个玩具的 应该发现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整个都已经给它刷过金属颜色了 所以我在变形的时候呢 得特别小心哦 呼提啊 这个这一集录完之后 手上一定会有很多的 这些模型漆的味道 到时候要好好洗手了 再来呢 是把这个飞机这个头部呢 往前面翻转 我们把带到这边来翻转 OK 这个声音的来源呢 来自于它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Deceticon的标志呢 平常在机器呢 形态上 也是可以去按的 它就是会有这个声音 那因为变形的时候呢 你把它翻转上来的时候 这个电会顶到这里 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发出那个声音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后边 这个呢 节目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一直有跟各位提到说 这一片到底是要扣在后头 还是压在后头 还是压在头后头的 这一块呢 就把它 这样子呢 就把它的这个头部呢 隐藏到飞机的机身里头去了 再来呢 我们就从身体啊 这个身体这个地方就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形 胸口这个地方呢 算是一个这个变形里头最不容易去理解的 然后呢 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把它的这两只手呢 收纳到 我们后面的这个 这个区块里头来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现在就跟各位来解说一下 关键呢 在于这一块的处理方式 这一块呢 我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都是把目光呢 集中在这一片 如果这一片变对了的话呢 其他地方呢 都会自然而然的归到它应该有的地方 那第一个步骤呢 变它的第一个步骤 其实却不是从它下手 而是从这一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接缝啊 因为呢 我已经把它涂成金属色了 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忘记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接缝 就是这里呢 可以把它挑开 这里哦 OK 各位应该有看到 这个地方 主要呢 是这边 这里呢 这里有个洞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卡锅 它是扣进去的 这个地方 关键在这里 将它给松开之后呢 这整条 整个这一块呢 把它把它整个翻转下来 哎呀 这个镜头不好带 把它整个翻转到正下方来 正下方来 然后呢 关键来了 这一片怎么处理呢 这里 我在介绍人形的时候呢 有跟各位约点提一下 这里的双 双关节很多 如果把它转到侧边看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这一片呢 我们现在把它整个高度呢 往下面移 移动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边 这个双关节呢 把它给 这个双关节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清楚 第一次是 先转 这里是一个双关节嘛 所以我们要把它 从下面的转上去 然后呢 各位可能会发现呢 这一片呢 跟上面这一片呢 还中间有个落差 这个落差要怎么来弥补呢 弥补的地方呢 就是这边又有一个双关节 把这个双关节呢 再像电梯一样把它伸上来 这边 这边是刚刚第一次的双关节 这边又一个 这边又一个双关节 再把它往上面 再把它往上面伸上来 OK 这样子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呢 这个地方呢 它已经连起来了 它就犹如电梯一样 把它从下面把它伸上来 最后呢 这一片翅膀呢 就可以放下来 这里呢 就有相对应的卡扣 相信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这边 这边有个洞 插进去 这边 这个呢 由上往下 它这里呢 是有个卡扣的扣进去 这个呢 就像拼图一样 这里把它拼上去 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完成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后面的变形都难不倒各位了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这个手 我们刚刚提到说 手呢 就是要收纳到后面这个关节 手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呢 是把它的这个 它手的造型是 我们把这一面啊 原本没有外星刺青的这一面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面 故意不涂 不涂外星刺青的 所以这个没有刺青 玩具原本就没有刺青的这一面呢 是朝机器人的上半步 手臂伸直 然后呢 这个手指啊 什么这个收起来 这个我想也不用 我示范各位一定会 然后转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把它给放到这里面来 待会另外一只手呢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啊 两边的流程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另外一边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稍微加快一点 这一边的动作啊 其实也快不了 我告诉你 其实快不了 为什么快不了呢 因为这边是用左手 左手都还没那么灵活嘛 那这个地方首先是从这里把它给松开来 好 松开 这个地方松开了 然后呢 这整条手呢 主要是看这一只关节 主要是看这一只关节 而不是这只手臂啊 这只手臂会乱转的啊 所以不准 要看这只这个关节把它整个移下来 再来呢 就是把这一片啊 如同我们如果这一次呢 我们镜头从这一边带啊 各位就可以看清楚 我怎么变的 把它往上面伸 首先利用第一次这里 这个双关节把它伸上去 还是得换到右手边来啊 这边 再 再往上伸 这边第一次双关节已经伸到底了 所以这次呢 要利用这个双关节 再把它往上面伸一个楼层 OK伸上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这边已经整个都打平了 打平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翅膀给放下来 然后这边做一个类似拼图一样的结合 当然你也可以先把这两片拼好之后 再把上面这一片压下来 是可以的 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这个缺口呢 就是为了要迎接我们另外一条手臂了啊 那另外一条手臂呢 刚刚有跟各位提了一下 我们就是把这一面没有刺青的这一面的转上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手指走进去这一面转上来 两只手呢 就是要一同的把它收纳到这个空间里头 放进去之后呢 这个尾部呢 这里呢是有卡钩 这个卡钩呢是上下的 就是这一边再上这边再下 这样压在一起的 而不是左右互相拼凑 它是上下压压盒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手臂的部分呢 手臂这个地方把它尽可能往里面压平一点哦 这样呢 上面这个盖子盖下来的时候呢会比较 OK 接下来就把这个盖子给盖下来吧 然后翅膀这个两片收进去 这个上面这一片盖下来的时候呢 我经常啊 我稍微可能 有时候我要稍微用一点力啊 才能够把它压得密合一点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背啊 基本上已经算是完成了 如果说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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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形态哦 那 如果你觉得 你想把它 就这样摆在桌上也是行吧 这个也是一个 而且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F22的一个造型嘛 就把这个腿当作底座好了 这个就像一个 是吧 这个不是比原来的样子还好看吗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腿了 腿的话呢 变形就非常的简单了 这一片就把它 直接压下来 那这里呢 刚刚呢 刚刚本来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放下来就行了 也 这个边就很平顺 就这样放下来 腿的话呢 就 腿的话呢 它的变形呢 首先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该该怎么看得清楚 额 镜头该怎么的 这里啊 放下来好了 大的玩具就是这样 这里有个洞 这个洞呢 要跟 这里呢 有一个土体要做结合 所以放上去之后呢 你这个 我们这个腿呢 其实是要转上来之后呢 再转到前边 然后呢 这个 收进来 两腿 后面这个脚跟呢 是收到前面的 然后呢 原本后边的这一片呢 就把它给翻转上来 这个脚呢 完完全全的把它给伸直啊 卡扣就在哪里呢 这里是第一个 刚刚有跟各位提的 它第一个扣进去之后呢 前半部呢 我们会发现呢 它 它这边这个形状啊 这边这个凹草形状呢 会刚好跟这个 Stock Screen这个脚是一样的 所以就 依着这个 边边缝缝呢 把它给压上去啊 那另外一只腿呢 也是 也是一样啊 首先呢 把它给 转到 这样子 然后再转过来 非常的 紧啊 劈里啪啦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一片先翻上来 然后 后脚跟收好 这个整个往前 再来呢 这个 另外一只腿呢 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直接把它密合上去的时候呢 会 有一个 情况 就是这两片呢 会互相 卡在一起 这 最后 变身的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 双 关节 那是已经被我涂成 这个颜色 可能很难跟各位看见 它其实 这一片 这一片呢 其实是可以再 再 做一个翻转 是可以再翻转的 另外一边呢 也是一样啊 我先再把它 再把它拆开好了 或许是说你应该在 我们应该在变形 之前呢 就把它给 先翻转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有个洞 另外一边呢 是一个凸 就是这样子 这个 除了 腿跟机身的结合之外呢 两腿中间 也有一个结合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互相 做一个结合 这里呢 如果你不做 这个结合的话呢 除了 机器 除了战斗机的形态 会不完美之外呢 它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缺点 会出现 后面 OK了 这个地方呢 会涂两个 两个这个洞啊 这个洞呢 是可以呢 安插这个武器的 这点 当然这边 我已经破掉了 这个武器呢 是可以刚好收纳在这里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脚架呢 就可以放下来了 不过呢 我是觉得 放这个脚架的时候 我都很痛苦 因为我直脚必须抠的 很痛 这边有这个轮子呢 是可以把它给放下来的 这个我觉得有那么一点恐怖吧 因为我已经涂装过了 有时候我总觉得 稍微细一点的关节呢 我在变形的时候 就会有点担心 好的 那这一个 上头就很开了 这个 Hunford Deserticon的 Leader Christ的 Stars Queen的变形 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们刚刚呢 有提到了一下 这个 音波呢 DOTM Deluxe的音波呢 在机器人的形态 跟它的这个 Stars Queen的机器人形态 摆在一起呢 我觉得呢 比例上是很合适的 但是一旦变成交通工具之后呢 呃 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总觉得这个 音波好像 像这个车子 好像跟着F200这些 好像似乎是 稍稍稍稍稍大一点点嘛 应该只是稍稍大一点 我主要的这个 比较呢 可以从这里头 我们顺便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它的这个 Stars Queen这个 里头呢 这个驾驶舱里头 它其实是有那个 呃 座椅了 还有一些驾驶员的一个操作的面板 其实都是有刻画出来 只不过呢 连椅子跟面板 通通都是黄色的透明件 所以说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显 那如果同比率 这个椅子的比例来互相做对比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应该会 会是差不多的比例才对 但是 可能第一眼看上去 总觉得好像车子 应该没这么大吧 虽然我个人是空军退伍 但是 其实我是地勤人员 真正的F-22 我是没看过 当然台湾应该没有F-22吧 好 那么呢 说到了这个透明件呢 它的透明件 另外一个透明件呢 是使用在这个下方 这下方呢 也是一个进风 进风口吧 也是有刻画在里头的 那它这个透明件呢 是因为它这里呢 有一个声光效果 这个按钮呢 就是我们在变形成机器人的时候呢 它肩膀上的那个开关 变成飞机之后呢 它的音效就变成另外两种 其中一个就是刚刚那个飞机飞过的声音 第二个呢 则是跟机器人那时候是一样的 就没有人可以阻挡 我听往心 这个两句 这句台词是两个形态下都共用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版本呢 那个 飞机的上半部呢 是充满了外星的刺青了 包括 除了大量的 Sibleton的 的这个文字之外 还有一个Distorticon的一个标志 很明显 非常 非常 应该是说呢 在这么混乱的这种外星刺青里头呢 还是 可以让你一眼看出来说 这是 张诗它身份的一个徽章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么呢 在这个飞机的形态之下呢 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视觉上比较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背后这些 坑坑洞洞啊 这些坑坑洞洞呢 并没有办法安插武器哦 或许各位看到有洞就想钻吧 就是男人 不 不 就是有洞 就是可以让你放其他东西嘛 但是呢 这个DOTM大部分的武器呢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扣进去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洞不是属于它应该钻的哦 你就不要硬钻了 会受伤的 然后呢 因为没有办法扣任何东西里头呢 又有螺丝钉 所以说就算能扣进去 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弄得很紧吧 所以这几个洞就成为了它一个 比较难去弥补到的一个缺点 背后呢 这个喷射口啊 这个刻画真的非常的仔细啊 非常好看 我再给它一个金属画之后呢 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酷劲啊 那 再来呢 就不得不提到的 它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 底盘 看到底盘之后呢 底盘 非常非常 略厚 应该是略厚了 东西讲非常厚吧 然后呢 底部的话 这个 这个 原本那个火炮啊 是可以收纳在这里 而且呢 它是可以 因为我这个已经坏掉 它没办法把它折过来呢 做出一个飞弹朝前发射的 已经是没办法没办法做 所以我只能永久的把它收纳在 收纳在下边啊 那 底盘的话呢 就是 嗯 属于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了 好 当然如果你有另外一种玩法的话 就是像我刚刚的这样子 这两只腿呢 就把它给放下来啊 我有拍了另外一张照片 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种飞机形态下的摆放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什么战机的形态下 大概就只是这样嘛 就只能说呢 它是一个 呃 在机器人的形态下 我给它的分数还会再高一点 但是不代表说 它的飞机不好 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 模拟到F22应该有的样子 基本上除了底盘过后的缺点之外 还有后面这个几个钉子呢 比较明显之外呢 基本上呢 它也没有什么很要命的缺点 那如果说你觉得上面的刺青呢 是缺点的话呢 就我所知呢 MP系列也有一个是以 这个Star Screen作为模组 所推出的一个玩具啊 它呢 就是一个没有刺青 然后上面是一种 应该是 就是金属灰色的一个涂装在上面 也没有外星刺青的一个版本 但是价格来讲 就会非常非常的昂贵了 那 这个呢 已经让我重涂过的版本呢 如果说 嗯 你真的有心想要涂装它的话 就是如果你 希望把它涂得好看 其实这些刺青啊什么的 如果能够用个什么 呃贴 有什么叫水贴吧 就是 嗯 我在网络上曾经看过 有人用水贴 它就是可以把一些 嗯 比方说什么图腾啊 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手绘的图腾 可能没有那么工整 没那么漂亮 那你可以用一些水贴哦 就把它拓映在这个飞机 一些比较空空 空的地方 刺青比较空的地方 也是可以自己再把它 弄上更多更多好看的花纹的啊 好 那么呢 今天呢 就和各位的一同分享 这个我已经重涂过的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 Hunpour Decepticon的 Leader Christ的Stars Queen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请你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回应一下各位最近说的 一百集的一些相关问题哦 首先是我的信箱呢 我都已经有写在 九十一集以后的 每一集的 那节目的这个 短讯息栏里头 都已经付出了我的信箱哦 各位就可以不用再留言 来向我询问了 那至于参与的方式呢 我个人觉得最好 是用影片嘛 这样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 那如果真的各位觉得 你这样不好操作的话呢 你可以附上几张照片 再把你的留言呢 一同夹在那个信件里头 一同发给我 我再另外帮你们编辑起来 也是可以的